中共国死于新冠肺炎的人数远超官方数据 多家媒体报道 中共目前极力掩盖两件事 一是武汉实验室是导致全球数百万人死亡的病毒源泉 二是中共国死于新冠肺炎的人数实际超过官方报告人数 截至2023年2月中共官方公布的新冠肺炎死亡人数不到9万 研究人员根据多方消息推算 就在2023年前几个月 这个数字已超过150万 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个人认识到中共的欺骗性 当中共公布死于新冠的人数不到9万时 研究人员则表示 这一数字严重偏低 因为它只是包括在医院死亡的病毒感染者 而不包括在家中死亡的人 除了要求只统计死于医院的新冠肺炎病例外 中共还规定 只统计新冠肺炎感染后肺炎和呼吸衰竭引起的死亡病例 这意味着与病毒相关的败血症和其他病发症都不在统计范围内 并据报道 当地时间7月20日 中共国东部省份浙江的政府网站上公布了火化人数 2023年第一季度 浙江的火葬数量增加了70% 达到17万1000次 以去年同期增加了7万2000次 如果将来自浙江省的新数据外推算到中国14亿人口中 死亡人数与官方数字相差甚远 而是与大约150万的估计相符 德克萨斯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和香港大学的研究人员 也根据火葬数据 粗略估计2022年12月至3月期间 约有154万人死亡 火葬的数字加上中共各地预期寿命的大幅下降 都在证明中共一直在撒谎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的您忘了 《うい儿伟娃生》